希望大家多點支持我們 我們多點這個最重要的 謝謝 所有東西的規模大了 場地,因為上次沒有離開 今次沒有回家 變成了幾個大型的分禮 人又多了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幾位主角 那個世界都大了 因為這首歌是哥哥很經典的歌 幸好是二佬去唱 而不是張繼聰去唱 如果張繼聰去唱 自己都會打擊自己 永遠都做不到哥哥的水準 反而沒有壓力 是覺得很好玩 預先要排譜 其實我們跟回哥哥的MV 所有鏡頭都跟回很像 比較難是忍笑 因為導演是笑得很大聲 我自己也忍不住笑 導演一直跟我說 其實我的廣東話進步很多 但是導演不讓我進步 我很害怕我不像阿喵 還有一句是買雞吃煮水 我以為是很好的意思 就是一個祝福的話 就是如果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買雞吃煮水 最後才發現不是這個意思 是有很多很多層面的意思 我又再次跟阿珠珠 有一些偶段之年 又多起伏的情感播服 還有我也多了 依靠阿二嫂 好像叫錯我 是的 阿二嫂的這段關係 我才是低嫂 是的 阿二嫂這段關係 其實我們比起上一部 我們交集得再多了一點點的 第二集更朋友 第一集 好像拍完沒多久 第一集好像感覺沒多久 就拍第二集 感覺好像沒有走過 都會想 究竟這些角色 在中間沒有見面的日子 會是怎樣的呢 但原來真人 一拍第二集的時候 或者讀劇本的時候 那些感覺很快 就已經回來了 原來第一集 中了一些很深的感情 在心裡是不知道的 其實我看劇本的時候 我都會在想 究竟這個角色 經歷了這麼多之後 它會變成怎樣 但我發覺很多事情 是想不到的 是直到我們去到現場 有很多事情 是即時給了那個感覺 是自己都沒有想過 譬如剛才回來說 我們會哭 我們有眼淚 我們有笑容 你是覺得 好像跟這一家人 一起成長了 一起經歷了很多事情 對方覺得開心的時候 我會陪著他一起笑 他哭的時候 我會很感動 會想陪他一起哭 因為我唱歌很認真 所以就 很少可以在平時淋自己水 除了洗澡的時候 所以就都要是 即那個音樂都要很享受 這樣去淋 我選一個 我會選 童兒佬最後在水族館 那個畫面 其實對我來說 都挺大的impact 就是 因為水族館對我來說 就是小時候很喜歡去 是一個很開心 很簡單的一個地方 但我們那場戲是 我們兩個都是拿了 我們自己最脆弱 最耐心的那一面 來跟對方去share 我覺得最深印象是 我剛才大家想起 我們殺科的時候 在開門公園 我們本身是很想約在一起 玩一次機動遊 我剛才想起這個場 我們真的 當時人家差不多開門了 那那些叔叔就開始檢查 我們就選了機動電影 我們全部人上去坐 就很開心 我們臨走也要玩一次 那去到帳 我們坐了 所以很興奮 那大叔叔搞了很久 之後 那部機器還沒檢查好 沒得玩 還有 他說都可以玩的 不過還沒檢查好 那我們就全部 那我們就不玩了 對 然後就跟他分手那一場 那個親民其實是現場 跟導演和三老三個人 坐了在那裡 聊了很久 對於三老和珠珠來說 他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結尼 是一個最後的一文 都不定的 無論是好像closure 還是一個 跟對方說一聲 多謝 過去的二十年 的一個action 是本來劇本都沒有寫下去的 但是三個人坐在那一刻 全場都很安靜 我們很早就已經自己不玩了 未到自己都不玩了 就進入那個狀態去感受 究竟去到那一刻 會做些什麼呢 那就有這個親民 最後最後我問回他 究竟你有什麼決定 我自己都尊重你 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究竟有什麼決定 那一段 對啦 那一段是 都很深刻的 既唏噓 又無奈 但是又有一種盼望 這樣在這裡 對 好 好 好百感交集的 其實是 那場戲 我看那場戲 是全部戲的最後 一天最後一場 其實我 那時是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那個精神已經沒有辦法集中 所以其實我要的 遊戲 一樓 打營之間跟我講 那一年 不用擔心 我得會 回來一切 打營之間我找 哇好精神啊 我就跟我說 所以我一定要一招 然後 Steffy在旁邊 跟我說的那些對白 沒有 回給 更好 她都 被我 那個 安散 和買那個魚黑 我就 整個就很進入 然後上樓還有那個 你們 一直在旁邊 這樣陪著我 那時候真的有 感覺到 一家人 一起陪著我 謝謝 謝謝